新北市慈祭土城环保教育站过新年 气氛相当的热闹 可见大家爱地球的行动受到了肯定 而且令人敬佩的是 天天来到环保站做环保的志工 许许多多都已经是 70岁 80岁以上的老菩萨 做环保没有休息日 就算这一天有感恩茶会 七八十岁的环保志工提早到 还是要做 喜欢做环保 来新宝 常常开着自己小货车 在回收屋 黄雅琪感谢姐姐鼓励她来做环保 以前全身又瘦又病痛 现在信心满满 大家都说你怎么做不成功 我做得很好 身体越来越多 当然我也不需要 做环保就地球 吃素食互健康 土城环保教育站 迁移新纸十个月 敦青木林做得好 第一次在这里过新年 既感恩又欢喜 大爱新闻 这下美之工肖敬文 曲名成翁金元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